大家好,我是来自日本的于于咪,我现在是一名高三的学生,相信大家也知道,高三这一年的学习压力特别大,我几乎每天都是趴在桌子上学习,不仅如此,心理层面的压力也随着即将以来的高考越来越大。 然后前一段时间,因为过度疲劳和压力,我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就是严重脱发以及睡眠障碍,但其实当时的自己也没有把这些问题太当一回事,因为周围的同学也都面临着几乎同样的状态,我就以为在冲刺高考的阶段,出现身心问题也是在所难免的,不过这些身心问题却导致我的成绩一直都不稳定, 然后我不稳定的成绩又让我一度陷入焦虑,就是产生了一个恶性循环。 这个时候我的妈妈把凯莉的产品推荐了给我,其实从不久以前,我的妈妈就已经开始服用凯莉了,她也曾几次跟我说凯莉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也让我试试看,但是我当时就认为年轻人不需要吃保健品,也就没有尝试,不过我发现自己的状况越来越差, 就觉得也许是时候借助凯莉的力量了。 然后我就主动让我的妈妈推荐了几款凯莉的产品给我,首先我服用的这一款是NMN6000,第一感觉就是它是草莓味的特别好吃,之后服用它以后我就逐渐发现,一直困扰我的脱发和失眠开始有了改善,就是感觉很神奇。 然后现在服用NMN6000,差不多有半年时间了,我可以说它让我的身体状况明显恢复到了不需要为高考而担心的样子。 之后呢,我开始选择了相信凯莉的产品,因为高考需要用脑子嘛,刚好凯莉有一个产品叫做脑力键,主要功能是可以帮助我们提升记忆力,所以我就决定试一下。 自从我开始服用脑力键,到现在也只有四个月的时间,但是呢我自认为在学习方面,特别是记忆知识点的方面,自己的进步很大,就是感觉比以前记东西快了很多,然后记得更牢固了。 最后我想说我非常感谢凯莉的产品,也非常感谢把凯莉推荐给我的妈妈,在我的高考冲刺阶段,非常感谢能够有凯莉的陪伴,帮助我维持身心健康, 那么也推荐更多朋友服用凯莉,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谢谢大家。